字幕 李宗盛 我是會找告夜掃的 我們現在來切肉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Dee 今天就不吃牛 今天我跟大家開箱 那我們今天吃些甚麼 吃得牛多 今天吃豬吧 笨蛋 好 我現在就把四款不同的豬 平時你們吃到的豬 跟這些豬不一樣 我現在就馬上拆開它 抹乾淨給大家看看是甚麼 好 好 好 穿件衣服很冷 先黏 好了 我們有四款肉 一款是豬麵肉 你會看到它有麵豬燈 然後旁邊的肉都會圈出來 都是燒肉 我們今天介紹的全部都是燒肉豬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最上肩 大家都知道 豬頸肉 這款都可以買到的 其實叫做豬上肉 其實叫做 杯麵 豬扒上面 其實不是有個蓋 有些人會叫它為豬蓋 也有些人叫它為豬上肉 這個是一個很好色的東西 然後 其實今天重點 為甚麼我要做個開箱呢 就是這塊 香港有第一刀 就是這樣對摺 這樣切開 你就會看到每一塊都是一個三角形 這樣的 事不宜遲 我現在呢 我們就切了一塊豬麵肉 你會看到麵肉中間有條筋在這裡 這個一般我就會不切走條筋 因為你要吃的 其實大家吃過护心肉 护心肉跟它的質地、咬口其實相似 我們只要這樣一刀 切開這條筋 然後讓它燒得很脆就可以了 那這兩邊 一條邊這個位置 其實我會就這樣 割回花 然後到時候燒的時候剪 另外 這個厚的一塊 我會把它切片 切到一件一件 有條筋在中間 就像牛斬一樣 那你就會吃到它有三層層層 不同的層次感 好 然後 然後第二個 豬頸肉 豬頸肉 如果你看到它有肥膏的位置 你可以切成這樣 因為有肥膏吃的時候 其實咬下去的質感 脂肪、油花、層次感 全部都齊 你會看到 這裡有些油花 那是不是這樣切 你可以這樣切 因為這樣切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吃切條 那我就做兩個版本給你看 先做一個切條 然後呢 你也可以 將這塊肉捲起來 那你說你在家 捲起來怎麼切 那不要緊的 你捲好之後 用保鮮紙 夾它也可以 那切出來 都一樣 你會看到 現在這樣看下去 你已經看到 就是這樣說 你會覺得 這樣吃一條 這樣會漂亮 或者吃一個 你預先連切的時候 都切到很漂亮 一個圓形 這樣會好看 其實吃燒肉 除了吃肉漂亮之外 其實排碟也很重要 排到 然後在家裡享受的過程 是不一樣的 好 然後第三件 就是豬上肉 你會看到一般 你買回來 它會有軟骨 軟骨這個 你先不要浪費 你先切走它 待會燒的時候 燒到最後 好像雞軟骨 豬軟骨一樣吃 另外你看到 這些紋打直的時候 就這樣切它 但是最好 就把一塊肉 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斜切 好像切壽司 斜切 那就很漂亮了 接著 我們就要切最後一個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吃的 我之前在韓國有吃過 問來問去都不知道是什麼 接著我再去其他農場 和加工場的時候 一問 原來這塊 就是我們香港人 在吃的第一刀 它最好味的是什麼 你不要看到 嘩這麼肥 我怎麼吃 這塊不是梅頭 其實梅頭 就是肩膀 所以你連上的時候 你在上面上 它是一塊 其實這塊都是一塊梅花 它們就叫做梅頭咀 它就會沾下去 這塊是否加工 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半 也都可以 好像我平時很喜歡切 切些花 最重要就是 在這裡要切開它 然後等中間 預熱的時候 快點 你才可以咬到膠質 我會在 這邊正面更漂亮 另外一邊 就開花了 你就可以這樣切開它 之後 你會看到 有些刀痕在兩邊 就容易受熱 另外一塊 我就會把它切成條狀 其實不切都可以的 你整塊燒 然後用剪刀 剪開它 即是燒到這麼快 剪開它 都可以 完成 但是普遍 其實在香港很少地方有得賣 都是只有幾個入口箱 放在一些超市 或者是精肉店裡有得賣 一般平均它們的價錢大概是 二百多元到三百多元一公斤 但是每一塊這些 其實可能是幾百克 其實都是親民的 你每一塊可能是四五十元 你都知道 買個新鮮豬都不止 現在 所以你只要看到外面有 濟州或者韓國豬買 你都應該會買到這一隻 事不宜遲 我們就去燒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吃 我當然先吃第一刀 因為我也是覺得它最好吃的 哇 平時 去吃韓國燒烤也好 一般都會有這些 其實吃之餘 就是用來吸油 還有 如果吃不切肉 如果你吃不切的時候 今天還有一樣東西特別 吃豬其實有些特別醬 在濟州島是有一些醬 用蝦去做的 這些蝦醬 去蘸這些豬的時候 是很棒的 但不是就這樣蘸 要有一個碗 然後放在這裡 然後擠一些醬汁 然後等它滾 然後你燒熟了一塊豬肉 就蘸下去 大家看看 如果你不這樣切開一塊塊 你的食肉感是不會夠高 當我們燒到兩邊都金黃色 然後我就會切開一條條 是剪 不是切 然後就繼續慢慢燒 好了 其實上次有人問過 究竟燒豬肉可不可以生一點吃 其實豬要吃熟一點 但是 我自己一向都會吃 可能八九成左右 燒好了 我們現在試吃 我現在吃這塊就是 整塊肉 整塊肉 第一刀下面的位置 還未吃膠 然後我還有一個 醬 醬 醬就不蘸 我先嘗試 蘸回我平時喜歡蘸的麻油鹽醬 蘸吧 然後呢 我還要吃上面 有皮的那塊 這塊有什麼好吃呢 嘩 嘩 一樣 跟我在韓國吃是一模一樣 那種感覺 就好像你咬住了一塊很膠質 很折忍的東西 你吃到皮的香味 又吃到中間油的那股膠質 膠錯感 還有下面的肉 這些是很少很少在香港 首先你要買到第一刀 還要買到多個兩塊 才可以一家人去吃燒肉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 十包 麻煩你 十包 真是好吃的 那好吧 我們現在就試 豬上肉 因為我打算一次過全部爆了 我想跟大家說 豬上肉就是 甜的 又甜 是啊 肉不是甜 那它是咬到 那個質感比較豐富 油份比較低 而香口少少的一個部位 那接著好了 接著 豬頸肉 你看看這樣 捲到圓咕嚕放下去 燒得開心一點 對不對 整天都一片片的 就這樣放在這裡吃 那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其實豬頸肉 這個就會是 平時吃豬頸肉都會知道 它有很重的油份 你平時吃豬頸肉 你會覺得 哎呀吃不到 很厚 很飽 但是這些豬頸肉 就算它有油份 在表面上 你咬下去 那一股油 就好像清水 一聲就跑掉 好了 接著 就到 一個比較重點 就是外面沒有得賣的 豬面肉 它有什麼好吃 它是吃一個很濃 很近似內臟的一種味道 這一塊就是沒有油份 但是咬下去 有一股很重的內臟甜味 嘩 我說一會而已 熟了嗎 在燒的時候 就多說話給你聽 通常吃燒豬肉是很悶的 當然要找酒送 沒有收錢 沒有廣告成份 這個就是 我以前跟朋友 去吃燒豬 或者在家裡都會 賣的兩款酒 百歲酒 真爐 那為什麼又有梅酒呢 新的一袋 就會這兩隻混在一起 那怎麼混呢 我們讀書的時候 就是這瓶酒 加這瓶酒 開了一個蓋 接著就這樣 倒流 過了約 差不多五到十分鐘後 我們就會拉開去 這樣去喝 好 先試一塊豬上肉 嗯 因為你咬下去 那股甜味 的after taste 是會循環在口裡 這個就是豬上肉 最好吃的地方 嘩 你看 肉汁還留在這裡 嘩 這個辣得來 還有蝦醬 混在一起 都會流 但是 好吃 你煮了飯沒有 我要飯 麻煩 好 我們先試豬麵肉 你會看到 我切開了豬麵肉之後 中間是呈現紅色的 豬平時熟了會變成粉紅色 由於它真的近內臟位 所以肉深色的時候 它煮出來的肉 都是紅的 好 先試一下這個 嗯 有沒有吃過棉花糖 棉花糖是彈的 它這個就好像棉花糖一樣 彈 不是花 是彈 咬下去 有豬肌肉的爽口 但是它有棉花糖的彈 好了 今天的短片到這裡 我現在就準備溝酒喝了 因為後面有一群人在等我 和我一起有福食 多謝大家收看 這裡有我的YouTube Facebook IG 記得留言給我 還未訂閱訂閱我 多謝 拜拜 這個是真老 這個是百歲酒 撈均勻了是什麼 50歲 因為你撈均勻了 百歲減變成50歲 這個你們自己回去試 剛剛我試完這個 拜拜 它在混合的